原来尊主没有受伤 只是为了引蛇出洞 你要是有点能耐杀了我 也不枉费本尊对你的一番灾 可惜你只能投靠妇楼 来给自己壮胆 不是做千月洞的奴才 就是做传奇谷的奴才 你说你活的还有什么意思 属下一世鬼迷心窍 怎知罪无可舍 求尊主赐我一死 整天动不动就死来死去 本尊有这么可怕吗 生命就只有一次对不对 所以你就留下他这双眼睛吧 尊主 贺心主不自量力 企图暗算尊主 他们的下场你们都看到了吗 属下约为尊主尽忠 看来以后得对他善了两点 属下遵命 尊主 叶星主 你说我接还是不接 当今世上 尊主是用毒第一人 属下如果想玩花样的话 刚才就已经死了 答得好 贺心主人呢 他武功全废 一心求死 一定要感化他 可千万别让他死了 是 尊主 这幅画 粗略功夫 本尊看不上 照例给石先生送过去 尊主 如果只想要凤鸣刀的心法 不如属下再多派几个人前去 萧园眼看已经病入膏肓 凤鸣山中有个傻丫头就足够了 到时候啊你就听我的 放纸鸣偷心法 心法会不会在萧白身上 可这心法怎么偷呢 先拿青流风的那手 笨手笨脚 下次速度再快一点 还有手不要抖 又失败了 我又不会武功 当然笨手笨脚的了 怎么回事 春花姑娘好像对我的银子 特别情有独钟 春花姑娘 你偷秦流风的银子做什么 这 行草江湖嘛 身上总得有点银子 再说了 这个秦流风就是个顽固子弟 一肚子的坏水 我不偷他的 我不偷你的呀 我第一次听 偷东西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小白 还请秦兄多多包涵 好 春花姑娘偷我东西 小白给我道歉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意思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我可以 answers 我为什么要不是 你一直传判 你 一枚 你 我